那我們要接下來帶大家來看看 在市場上面 還有哪一些屬於這種CUV 而且又是新車的呢 沒錯 關於 最近在網路上面 討論話題最火熱的 國產小修旅 我相信應該就是這一部了 MG的ZS 那其實他在還沒上市之前 基本上網路上面的話題 就一直很多消費者在討論 因為他畢竟是比HS 再小一個規格的一個車型 他就是比較屬於小修旅的設定 那其實他在整個設定上面 當然我們都知道MG品牌 在推出的時候 一直說自己是價格的 破壞者 其實我個人覺得他是CP值的創造者 他就是比如說小排氣氧引擎 比如說是1.5升的資產侵器的引擎 搭配CVT的變速箱 那大家現在買到這種小修旅 除了這個引擎的規格 我想要省夠省稅之外呢 那其實會在意的是一些安全的配備 比如說冠儀 你喜不喜歡ATAS配備 一定要啊 最好是小車的價格 然後我又有Label II 我又有ACC 然後車道居中 有可能嗎 基本上剛剛講這些配備 它是有的 真的假的 對 它可以在 比如說除了ATAS之外 它甚至還有我們國人非常喜歡的 比如說全景天窗 小車有全景天窗 對 這台車真的是所謂配好配滿 對 然後包含了你想 大家想要時下流行的LED的 這個頭尾燈組 它都標配了 然後該有的這個安全配備 舒適配等等 其實它我覺得它配的真的滿滿的 所以Rick你現在講的這個ZS 就是跟剛才觀眾朋友提問 它的價格帶鎖定是在60到80萬 它就可以看這一台 其實它是可以考慮的 配備非常非常的滿 對 就是再等一下下這樣子 然後其實在國外還有一個消息 是Mitsubishi 它進來也會推出一個新款的車型 叫做X-Force 其實這台車 其實在馬來西亞這邊 已經露出 已經公佈那個預售的價格 大概是折合臺幣 大概在七十六萬元左右 折合臺幣在七十六萬元左右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然後它也是用小型的 這個C-U-V的設定 然後當然有新世代的設計與惠 然後LED的頭尾燈 其實它這次的設計 看起來更加的年輕動感 一些些 然後包含內裝 當然也會有這種十二點三吋的螢幕 看起來配備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它畢竟是一個小車的設定 所以大概是小排氣 一樣一點五吋的引擎這樣 當然現在的以中華汽車這邊 其實對於這台車 其實算是有相當的 這個導入的興趣 不過目前都還在進行當中 所以假設有後續的消息的話 我覺得這台車也可以讓像中華汽車這邊 Mitsubishi這裡 算是一個可以考慮值得選擇的選項 月薪四萬塊錢 如果你鎖定買新車的價格 大概是六十到八十萬 除了剛才用的的venue 可以參考之外 還有Toyota的Yaris Cross 所以我其實覺得六十到八十萬 現在能買的車實在越來越多了 那剛才觀眾朋友 他的願望清單裡面 也包含了Suzuki的Swift 他可能就是這個價格帶 我可以買到CUV 我也可以買到一些屬於中型的 這種先輩車 那我們就來幫他看看 除了SuzukiSwift之外 台灣的市場還有哪一些其他的選擇 是 那當然剛才您介紹很多的CUV 那休旅車現在的風潮 熱潮 大家很 大家很流行去買CUV 不過其實小型的先輩車 還是有固定的市場族群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回到一開始 觀眾有提到的就是 官友說他除了考慮Swift之外 那Swift是屬於這個小型的先輩車 那在這個相當接近的價格帶 所謂六十萬到八十萬裡面 還有哪些的這個小型先輩車可以選 所以我們列出來的Kento 跟這個Honda的Fit 那基本上還是不脫離 又大家不管是買小型的先輩車 或是CUV的話 很大的重點就是他希望是 車子小一點 靈活一些 然後省油 豪癢 那至於車子小這件事情 當然你看這 我們螢幕上列出來的三輩車 最小的一定是Pento 他的這個車長大概在三米六左右 真是屬於 比所謂小型車還小一些 屬於微型車的級距 那這東西我覺得就 一昧的要求小尺寸之外 那其實很大 很直接也會影響到車式的空間 所以變成要一些取捨 那Swift的話他其實會比較大一點點 大概三米八左右 相較 這個Pento的話一定車子的空間 會更好一些些 那如果說你真的希望這個 畢竟你可能真的需要去 後座載的家人一起出油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 在空間考量之下 還是會選擇Fit 你說他車子是最大的嗎 對他三輛車裡面車長 是唯一突破四米的 但四米這個長度 還真的還是屬於這個 小型車的範疇裡面 你在市區裡面停車也好 然後在塞車路段也好 你開起來還是相當輕鬆 那最大的重點是在於說 其實Fit這個後座空間機能 還有這個空間變化 真的是非常好的 甚至我覺得他後座 能乘坐起來的開闊感 大概比一些這個中型 這個房車還來的更好一些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是 這種個人的用車的話 我覺得Fit會是個非常好的選擇 另外呢 節能性省油 豪養也是大家很在意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這個Fit他是國產車 另外兩台跟Swift是進口車 但畢竟老實說進口車是進口車 但因為都是所謂平民的品牌 我相信在一般日常的使用的 保養維修上面 應該都跟國產品牌相去不遠 那當然唯一會有差別的 我覺得也許是一些 所謂非消耗性零件 有可能的燈具 你的保險桿 因為進口件 所以可能會比較貴 但是呢會貴多少 我覺得應該很有錢 畢竟他們也知道 這產品就屬於這個入門的級距 應該還是會維持著 豪養這清明的價格 一個設定 那回到另外一個重點是動力 那還有另外一個油耗 其實最省油的還是Fit的Hybrid Ehyve的油電系統 他那個能源區 每公升可以跑到26.9公里 我覺得這大大的贏過另外一台車 另外一台車 其實第二名是Swift 他平均是22.3 然後Pkanto的話是 雖然車最小 但是他油耗其實是18.1 三台車裡面是最 最差那麼一點點的車子 所以這樣子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真的要說 你如果今天是個小家庭 然後希望這台車 除了你是個人用車之外 還能滿足更多的這個 承載啊出油的需求的話 我個人還是建議啊 就選擇這Fit的Ehyve 油電車型 對耶 空間大 然後你的省油 那我覺得這部分 包含它是這三台車裡面 唯一比較有相對完整的 Adas Honda Sensing Level 2的架子輸出系統 那雖然說看起來好像比較貴一點點 這油電版本要82.9萬 但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 是 因為如果你已經鎖定了SWIFE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看一下Honda Fit 當然小型的先備車裡面 除了剛才我們建議觀眾朋友 或者是消費者 你可以看看這幾個清單之外 還有一台蠻值得關注的 那就是Mazda 有一個Mazda 2 它也算是先備車型 也很適合都會穿梭來使用 我覺得現在你這個消費者很幸運 就是說你在60萬到80萬這個級距 你一個選擇很多 而且每一款車子都有它的特別的屬性 像我們剛剛講到了 以日系車為主 因為我們台灣消費者 過去以來都很喜歡日系車 日系車剛剛講到有Honda Fit Honda Fit是屬於國產車型 然後像SWIFE它屬於是經濟的 然後也是比較小的車型 像剛剛講的這款Mazda 2 它就屬於一個日系原裝進口 但是走精品入線的車型 它這個車子你覺得車價老實說 它屬於中上階規格的 像它剛剛發表的2014年的車款 它車型從過去的兩款車型 縮短成只有15S Urban Sport這樣的車款 它的價格比之前的頂規車型 這樣調價1萬 但是還是要7 8.9萬 已經到這80萬門檻之上了 就是快叫這門檻 這個電話板 但是你看這部車子 它對 它不是現在流行的CUV 它還是一部五枚先輩車 然後尺碼也剛剛好 車長才破4米而已 是一個小小的車子 但是它全身上下散發的 就是這是精品的路線 是屬於一個高質感的規格 像它這次2014年就推出到 它已經推出好像一段時間了 2014年已經一段時間了 到今天 但是你看它 它還是一個很有精緻感 你看它車頭換上一個 新的熏黑的混動之意 整個精神就來了 然後再有它配上新的天際灰 它向來 即便像它這小車 它居然像鋼鐵灰混洞紅 也是要加價買的 車內你會發現它就有 精緻質感的一個風格 七寸的觸控螢幕 或者是這紅線的這個 紅字的皮椅 然後加上配備 無線Apple CarPlay 雖然它的主動安全 沒有像我們一般說的 有ACC 過去以前是沒有 我想ZS打破這個天花板了 什麼都有或者是Fig 但是它該有的像 它基本的像Bliss 倒車攝影機或者是前車的AEB等等 它基本的安全沒有到Level 2 但是它的在這集過去 它的這個安全 它也是到了一個高的水準 如果你要追求是一個 我要開個像是精緻的 然後開起來也有 看出來就很有質感的 而且是日本原裝進口的 然後你覺得 我不一定要跟隨潮流 一定要走這個什麼CV等等的 那我覺得Mazda 2在這個市場 它還是有它的一個獨特的位置 沒錯 除了這些我們剛才 強調一些清單當中 其實如果你想要買先輩車 而且又比較大一點的 這個車應該叫先輩車嗎 因為它號稱就是 獨特大空間 我們只要講到魔術大空間 馬上大家應該就想到Nissan的Ti打 對不對 對 其實Ti打 我們都說它這個Big Ti打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slogan 那其實大家就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其實在育龍的官網上 他有打出的就是宣告 最後的五百臺Ti打即將 也已經正式 其實它基本上原廠有宣布說 在七月底 已經算是最後停產 那最後的五百臺還沒有賣光 就是如果消費者看完 我們今天的這個報導 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握最後購買入主Ti打的機會 那以Ti打來說 過去在臺灣其實第一代 從2006年就國產上市 然後歷經到2012年 推出的第二代 正是有了像我們剛剛講的 Big Ti打 這樣的一個大空間的形象 那長期以來 他從過去有非常豐富的選擇 最初有四門Sedan 以及五門Hatchback 不同的車型之外 有一點六 一點八 甚至也有稍微一點性能版的 一點六T 不同的還有手排的車型 然後到了當然 當然到了隨著這幾年這個環保法規的這個越來越嚴苛 然後歐盟六期 那其實到最後他的這一顆1.6升HR16 其實都還有陸續迎合法規 那不過這一次真正宣告要走路停產命運 還是因為這個法規相關 那有一些照應法規 還是會有一些每年的微調 那原廠就決定說 以目前這個車的話 以我們剛剛講一二年的二代到現在 其實總共從零六一二兩次兩代 到現在賣了十七年 其實車型也算很久了 那競爭力其實從每個月的銷售來看數字 當然是微幅的在逐漸的下滑當中 所以最後決定就讓這台車走 走入了最後這個停產命運 那簡單來看一下 以目前來說的話 這個Ti打編程其實經典豪華旗艦 以及在最後的改款 我們也都有介紹過 就是他們還找來了日本人 這個Alltech Japan 來幫他做一些外觀的一些改款的升級 那他的售價其實非常的經濟實惠 六十七萬五到七十五萬五 這樣的一個區間 那如果這台車正式宣布走入停產之後 當然以理商、玉龍他們旗下 就會少了一個比較偏入門車款 這樣的一個選項 這樣就變成是Kings 但Kings跟Ti打的車格其實是不一樣 一個是比較先輩入門 一個是小休旅 那當然還是會有各不同的市場的需求 有的人就是喜歡開先輩小車 他可能覺得到了CUV就懸太大 或是不喜歡休旅車的感受 那目前的話還沒有說 會不會有其他的替代車款 來接替Ti打這一個集聚 比在未來的國內市場的部分